小S今天在Podcast 谈到夫妻或朋友吵架如何和好 当他与老公交往到结婚 已经携手走过17个年头 他透露两人难免会吵架 说到有次老公睡觉 靠着长抱枕的样子太可爱 抱枕上还有小S喜欢的动漫人物 他却偷偷拍照上传社群 老公得知后却非常生气 小S也立刻删除道歉 老公还是念个不停 让小S气到马上出门去运动 没想到老公事后还是继续传讯息抱怨 让小S也强硬回讯息表示 如果你不喜欢我以后不会发了 两人僵持一阵子后 老公忍不住传讯息问道 那我们晚上吃什么 一番话让小S直呼 老公真的太高明了 一招破病 小S也在Podcast中笑说 老公真的很懂帮两人找台阶下 有时候吵架吵到谁也不好意思道歉 老公就会说 好了好了baby我原谅你了 自己也懂这是他的道歉方式 却又让你过天晴